火箭队上周日对战西区排名垫底的优踏爵士队 以103比109输给爵士队 4号回到主场迎战凤凰城的太阳队 一路落后到中场 以88比97再度输球 替补中场的Archic Parsons和林书豪也都上了伤兵名单 场上少了三名球员 火箭的实力大有所退 上周日12月1号 火箭队做客犹他 对战速敌爵士队 全场一直处于追赶姿态 最后仍是无功而返 103比109输掉比赛 周三回到主场迎战太阳队 伤兵的名单上多了替补中锋Archic Parsons 林书豪也一起在观众席观战 第一节火箭队打得并不顺畅 虽然太阳队14号Green打出火器推人 被判技术犯规 火箭第一节结束还是以20比25落后 第二节接近尾声 火箭队是15连连手脚大乱 第二节结束前 太阳队17号Taker三分线犯规 让James Harden三罚接近 上半场结束仍然是以51分比40分 落后爵士队11分 第三节火箭教练Kevin McHallan 因为不满裁判判决而起身抗议 被吹技术犯规 第四节虽然火箭队企图挽回局势 但少了Archic Parsons和林书豪 火箭仍是打不出快节奏的化学效应 最后还是缴械投降 以88分比97分输了这场比赛 赛后教练在记者会上也承认 这场比赛打得并不理想 并表示对方有25分是来自火箭失误 但是太阳队仅仅是失误13分 本周五六号火箭队仍在主场 迎战西区排名第八的 荆州勇士队和周日将迎来魔术队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